鼠蛇人,加息不可外仰,不出三天,观音菩萨来敲门,快快准备好接息。 鼠蛇人天性机灵,聪慧,能够随机应变,相机行事,冷静而又激静,有远见,做事有计划有分寸,生消舌,一生不畏兼具,凡是敢为人先的优秀品质,真可谓好榜样,一生安乐,富贵贤达,福达命大。 不过,也行过大会是他最大的绊脚石,想一下子干很多事情,以至于不够专注,无法在一件事上面精更细做,深入研究。 倘若取长不短,必然一生处在富贵当中。 鼠蛇人2023上半年有灾煞凶星来犯,导致很多人遇到事业运欠佳,饱受生活洗礼的现状,上半年已经走完运势低迷的景况, 未来不出三天运势将提前回升,因生肖蛇命工友,天同喜财,吉星降临。 生肖蛇要是抓牢这次机遇,不仅裁员滚滚,洗淋门,并且会由普通人变成有钱人。 另外鼠蛇人,接下来三个月事业上实现精进突破,同时要明白身体是革命的本钱, 相信一分耕耘一分收获,通过不断进取,将来昂首挺胸日子美。 鼠蛇人会有强劲的上升动力,与同事关系相处融洽,上下级关系和谐, 每天工作都会开开心心的,不需要勾心斗角。 只要踏实努力,步步为营,一定会取得最终的胜利。 不过鼠蛇的人要注意提防小人,减少与人争吵的次数,凡是退一步海阔天空, 即使在亲信之人,也要小心提防,紧记防人之心不可无, 重要的事情要亲力亲为,可减少不必要的损失。 未来鼠蛇人福气深厚,一部分原因在于生肖蛇非常顾驾, 男妄妻,女妄夫,一生命运都极好。 虽然生肖蛇有点懒,但是鼠蛇的人从小就非常懂事,让家人很欣慰。 善良朴实的鼠蛇人拥有好人缘,无论走到哪里,都有贵人相助, 下半年好运气一路相随。 而且鼠蛇的人非常的孝顺,总是想着法子的孝顺父母,让他们开心。 如果眼下依然过得不如意,也不要灰心丧气,终究会通过努力改变命运,前途无量,上天会疼爱孝顺的生肖蛇。 不过话说回来,其实生肖运势的高低,是所有人都无法去操控的, 唯有修行自身的智慧,是趋吉避凶的唯一法则。 老师在这里分享一篇文章,希望生肖蛇的朋友,能静下心来好好的读一读, 也许能给你一些智慧的领悟或心灵的沉淀,相信这对你未来的运势会有很大的帮助。 曾世强教授说过,在投胎之前,那些人会排成两对, 一对是新家子来帮助家庭崛起的,一对是败家子来败光父母家产的。 到底是生下新家子,还是生下败家子,要看缘分和气数。 家庭有好的缘分,气数蒸蒸日上,那新家子就会降临。 反之,败家子就会找上门。 从古至今,都是新家子偏少,败家子居多,为什么呢? 因为新家这件事太难了,而败家这件事太简单了。 隋阳帝杨广接手了父亲杨坚留下来的强盛王朝, 只要不折腾,基本会兴盛下去。 可杨广就是喜欢折腾,最后搞得二代而亡。 这就应了一句话,创业难,守业更难。 能够创业的,都是牛人。 能够守城的,都是能人。 可这些人,太少了。 家有祥瑞,必出贵子。 要想新家子出现,要看这些天意。 一,家庭命不该绝,贵子降临。 纵观五千年的历史,只要某个家族不该灭亡, 这个家族就会天降牛人,让这个家族逐渐走回上坡路。 就拿汉朝的刘氏家族来说, 汉高祖刘邦创立了西汉王朝, 刘氏家族可谓如日中天,蒸蒸日上。 过了两百年,往往篡汉,西汉灭亡。 那时候,人们觉得西汉亡了, 就跟秦朝一样,再也回不去了。 于是乎,各地都出现了起义军, 什么陆林军,赤梅军,数不胜数。 就在天下大乱的时候, 刘家突然间天降牛人,他就是刘秀。 在昆阳一战中, 刘秀以两万人击败王莽新军四十万, 明懂天下。 刘秀不仅运气好, 还能力强悍,才华无双, 所以他顺利地创立了东汉王朝。 对此,后人称之为副高祖之伟业, 光武中兴。 家族若要灭亡, 强如诸葛亮也救不了。 若技术还在, 那牛人将出现。 二,历经磨难, 才能磨炼出真正的柜子。 温室当中长不出野外芳香的花朵, 鸟笼当中飞不出能够翱翔苍天的雄鹰。 花如此,鹰如此, 人也如此。 总是享受, 且没有经历过生活磨难的孩子, 多半无法成长为性情坚韧, 有一定能力的柜子。 宋朝禅弱, 收复不了燕云十六周, 就跟这一点有关。 宋太祖赵光印, 从小在军中磨砺, 吃过无数苦头, 见识过人间疾苦, 所以他有谋权, 懂打仗, 格局远大。 不幸的是, 赵光印被弟弟赵光义竹营俯生干掉了。 继位的赵光义, 从小就在哥哥和父亲的呵护下长大, 一无领兵的经验, 二无发展的眼光, 三无布局天下的本事。 宋朝后面的皇帝, 包括著名的宋仁宗也是如此, 胜于升功, 未经战事, 贪生怕死, 所以搞得宋朝偏居易于, 肇事家族一代更比一代弱。 未经生活的磨练, 再有才华, 也只是夸夸其谈的浮夸之辈。 唯有吃过生活的苦, 在江湖中摸爬滚打一番, 才会成长为真正的贵子。 三, 家有贤妻, 多半会培养出贵子。 有这么一个故事, 梦母三千。 梦科小的时候, 就在坟地旁边居住。 梦母看到孩子迷信占卜之术, 没有走正路, 就选择搬家。 左选右选, 梦母搬到了市集旁边居住。 看到屠夫们在宰阳屠珠, 梦科特别感兴趣, 就想学习屠宰之术。 梦母不想孩子没文化, 糊里糊涂过一生, 就选择再次搬家。 这一次, 他们搬到了学宫旁。 在梦母的教导下, 梦科一直学习儒家的经典, 还跟不少名人贤士往来论道。 后来, 梦科成为了儒家的亚圣, 人称梦子。 为什么我们常说娶妻当娶贤? 唯有把有贤德的妻子娶回家, 才能更好地持家, 更好地教育孩子。 成功孩子的背后, 都站着一个好母亲。 男人娶妻, 不该以样貌为标准, 而应该以才华和品德为标准。 如此, 才更有可能诞生出柜子。 四, 家庭一条心, 会培养出新家子。 我们不妨思考一个问题, 为什么那些比较有钱的家庭, 容易培养出败家子? 除了跟教育的方式有关, 还跟家人窝里斗有关。 参考澳门某富豪的家庭, 文会发现, 在创一代的家主离开后, 下面的各房老婆和孩子都会争来争去, 乱成了一锅粥。 虽然说是富豪家庭, 有钱有势, 可要想再出一个像家主那般精彩艳艳, 还有一定胆破的商业强者, 那就特别难了。 从古至今, 那些四分五裂, 且没有一条心的家庭, 多半是守不住钱财和积业的。 就像晋朝的司马家, 非要卧礼斗, 搞出了巴王之乱, 导致司马氏的晋朝灭亡。 出贵子, 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 非艰苦绝境之地不能出贵子, 非大智大勇者不能成为贵子。 家人一条心, 黄土便成金。 家贺才是王道。 以上生肖十二的分享就到这里, 天道酬勤, 要记得机会永远是给准备好的人, 祝福各位亲爱的朋友, 福气满满, 财气满满, 身体健康又逍遥, 下期限。